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义和繁荣的世界 未来60年 南韩将与加拿大携手 建构更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 南韩和加拿大将签署MOU备忘录 在国防安全 清洁能源技术 打造轻能生态系统 以及寒气进军能源市场等方面合作 同时为了扩大下一代的交流 将把打工度假签证的配额 从原先的4000人增加到12000人 并且放宽年龄和工作时间限制等等条件 另外在泰国呢 泰国反对派政党在14号的国会大选当中 集派支持军方的政党联盟之后 17号举行了联合会谈 那么在这一次国会大选赢得最多选票的自由派前进党 希望组建一个联合政府 前进党党魁皮塔邀请的反对派政党 有魏泰党 太监泰党 民族党 泰国自由党 还有公平党 皮塔先前就说了 由他来组建 结合其他五个反对党的政党联盟 将能够控制众议院500个席次当中 大约310个席位 不过分析师预计 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 恐怕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 另外国际注目的G7广岛峰会 19号星期五就要登场 而就在今天 也就是G7峰会的前一天 中国大陆邀集中亚五国元首 在陕西西安举行中亚峰会 国际媒体解读 这是习近平要集结力量 来应对西方 图库门总统专机抵达陕西西安 机场红地毯边 采气飘扬 锣鼓喧天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相隔不到几小时 乌兹佩克总统抵达 已是同样隆重 另一边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在接待中亚国力最强的 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习近平指出 中哈是彼此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好兄弟 好伙伴 中亚五国一向被视为俄罗斯的后院 但自从中国大陆推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 对当地影响力日益增强 2022年 中国跟中亚的贸易额 已经达到702亿美元 推动构建 世代友好 高度互信 休期与共的中哈命运共同体 值得关切的是 中亚峰会18号开幕 隔天就是G7峰会在日本登场 还要讨论反制中国经济胁迫 所以这次峰会在国际舆论看来 就是习近平要跟西方互别苗头 也正是这样的竞争态势下 使中亚五国国际地位明显提升 除了拉拢中亚 中国大陆特使李辉 也在乌克兰见到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库列巴强调 乌克兰不接受任何 以丧失领土为前提的停战协议 TV熊恩 廖广斌 庄志伟 综合报道 而同时在G7峰会即将登场的 日本广岛已经出现抗议活动 政府则派出大批警力维持秩序 严防抗议失控 左派团体是选了广岛最热闹的 本通商店街来举标于抗议G7峰会 他们痛批这场峰会是 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和核战会议 所以要求要暂停举行 而日本在不到一年内 两次的首相遇袭事件之后 这次峰会是特别调派了 全国两万四千名警力 来维持秩序 保护各国元首的安全 而这边我们的镜头 先往广岛南边走 在广岛南边的吴氏 从明治维新以来 就被称作是东洋第一军港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青航舰加赫号 还有第一潜水舰队 目前都诛扎在这里 当地人也认为 因为地缘关系 一旦台海有事 吴氏的海上自卫队 可能就要投入支援美军作战 广岛线吴氏 靠山面海 而且深藏在赖户内海里 自明治维新以来 这里就被称为东洋第一军港 战舰大河是日本海军的骄傲 直到现在 吴的市民还为他自豪 只是随着大陆解放军崛起 让吴也开始感受 台湾有事的紧张情绪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青航母加赫号 就停靠在广岛线的吴港 这个地方是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基地 当台湾有事 这里可能也会有事 毕竟除了长期的左侍堡外 吴看上日本海上自卫队 离台湾最近的基地 一旦台湾有事 恐怕很难置身事外 日本海上自卫队 虽然不是最近 但是也是比较接近 中国的地方的话 应该出动的话 应该也比较方便 应该也会起到 一个保护的作用吧 尽管在吴 出海看自卫队船舰 是重要的观光资源 不过他们已经为 不确定的未来 做好心理准备 TVBS新闻 陈建明 郭产玉 在剧本广岛的采访报道 而接下来来自 纽约的一个消息 让不少人联想到 当年戴安娜王妃的悲剧 英国哈利王子 跟妻子梅根发声明 指控他们在纽约 碰上了狗仔 超危险飞车追逐 这对夫妻说 两个多小时的追逐里 他们多次换搭 不同计程车躲避 甚至差一点 撞上其他车辆 他们形容这是灾难 一般的情况 不过其中有一名 计程车司机受访了 他说当时的情况 并没有像这对夫妻 说得那么夸张 梅根带着妈妈和老公 哈利出席 纽约活动 没想到随后 却遇上恐怖汽车追逐 哈利和梅根发言人声明 指控狗仔紧追两个多小时 他们被迫宛如灾难般 飞车躲镜头 差点酿成严重意外 六辆黑车尾随 哈利和梅根发言人表示 遇上狂热狗仔 一家人只好中途多次换车 其中一名载到他们的 寄程车司机还原当时情况 司机也透露当时有警察协助 是为闪避灵停的垃圾车 不过他也坦诚确实 由狗仔除检牌照 当晚离开活动 现场守候记者粉丝闪光灯 闪不停 狗仔似乎只为了拍照 网顾安全 不禁令人害怕 戴安娜王妃事故重演 纽约市长没有证实事件 仅出声谴责飞车追逐 至于白金汉宫目前没有回应 查尔斯国王和卡蜜拉王后 嘉明后首次约会 前往市场看木偶戏的行程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TVBS新闻 这年头大家都在强化语权 而对于媒体的管控 二月底白宫对联邦机构设备 下了TikTok禁令 现在是更进一步 美国蒙大拿州州长 17号签署法案 让蒙大拿州成为美国第一个 全面封杀TikTok的州 那么据路透社的报道 蒙大拿州将禁止Google 和Apple的应用程式商店 在蒙大拿州内提供TikTok 这项禁令预计将在 2024年1月1号生效 一旦有人违反提供软体的商家 或者是TikTok本身 将被处以每天1万美元的罚金 不过使用者倒不会受到处罚 而对此TikTok的母公司 北京字节跳动回应 这项法案非法封杀TikTok 侵犯了蒙大拿州民众 在宪法第一修正案 禁止国会立法 剥夺言论自由上的权利 字节跳动强调 会捍卫用户权益 而说到美中之间 你来我往 从2月初疑似有间谍功能的 中国气球被美方击落以后 双方的间谍争议现在是越演越烈 北京当局15号 把一名持有美国籍的香港侨领 以间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 而隔天 美国司法部就以窃取敏感技术为理由 起诉了多名中国人 而拜登政府在磋商债务上限问题的时候 也特别向国会强调 如果删减预算 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 将没有办法保持优势 美中之间的间谍指控持续增温 在中方15号以间谍罪名 把78岁的美籍侨领 梁承运判处无期徒刑之后 美国司法部16号也公布 无期科技间谍案件 把包括前苹果工程师在内的 多名中国与俄罗斯公民 以涉嫌违反商业秘密 或违反美国制裁等罪名其诉 美方指控35岁王姓男子 2016年至2018年 在苹果公司担任工程师期间 利用全线取得大量 苹果公司内部资料 并在2018年获得中国一间 开发自动驾驶系统的公司 聘用后4个月才从苹果离职 王男是第三位被指控 窃取商业机密的前苹果员工 美国FBI人员在获得搜查令之后 从他的住处起出大量 遭窃取的苹果公司机密资料 潜逃回中国的不只有王男 另一名遭美方指控违反制裁 自2019年至2022年间 向伊朗提供用来生产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与弹道飞弹等特殊材料的 侨姓男子也已经逃回中国 唯一一名遭美方逮捕的 是64岁理性工程师 他涉嫌从加州雇主处 窃取包括开发和潜艇技术 在内的数千份敏感资料 除了加强对先进技术的保护 防止被外国竞争对手反超之外 拜登政府也卯独全力要说服国会 提高债务上限以便掌握更多资源 来应对与中国的竞争 包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16号共同出席参议院 关于中国政策的听证会 三位内阁重要成员同时出席 作证历来罕见 也侧面反映出拜登政府 对中国议题的重视程度 布林肯虽然重申 无意与中方开启新冷战 但也警告若削减预算 将破坏美国的竞争力 因此期盼在评估与应对中国威胁上 能够建立起高度共识 面对北京当局在印太地区 持续增加挑衅 美国防长奥斯丁则透露 将向台湾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 但没有说明细节 仅表示是履行台湾关系法 义务与美国长期承诺的一部分 实际上面对中方在南海 持续的军事扩张 甚至把守深入南太平洋 威胁美国利益 美国一方面加强与南太岛国的战略合作 此外美方也坚持拥护南海自由航行的权力 这让美中双方在印太地区摩擦越来越明显 解放军近日就刊文披露 两年前双方在我国海巡官兵驻守的 南海东沙群岛周边海运 差一点擦枪走火的事件 当时一架美军P-8A巡逻机 正在东沙群岛海域上空 借投放声纳浮标来侦查共军潜艇 解放军迅速派出了一支响金部队 但该部队的规模和性质并未披露 因为两军近距离遭遇 美方在侦查任务结束之后 关闭浮标讯号并且自毁声纳 以避免先进敏感装置遭中方打捞 令情资外泄 连共军将领都在文中坦言 类似的南海遭遇未来仍难避免 显见美中双方的竞争与摩擦 从南海军事到科技间谍 从经贸到安全势必持续激烈 TTBS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全人类都要注意的还有这件事 就是各种减缓地球暖化的行动 恐怕速度还不够快 联合国气象组织警告了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加上声音现象 包括今年在内的未来五年 全球将面对有史以来最热的天气 那么世界气象组织是说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八年 就是2015年到2022年 而糟糕的是气温还会进一步攀升 未来五年内有高达98%的几率 会出现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而且这五年也将会是历来最热的一段时间 估计有将近七成的几率 温度增加幅度 会超过巴黎气候协定所定的 升温不超过摄氏1.5度的上限 而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出现的声音现象 会把全球温度推升到一个未知的领域 联合国就呼吁 必须关注高温对人类健康 以及食物安全等等的影响 那么在台湾呢 梅雨季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充沛的降雨 更让气象专家担心的是 原本预估六月上半 可以有显著的梅雨来为水库解渴 如今恐怕因为海水温度过高 台风提早出现 梅雨系统整个被破坏 台湾南边菲律宾西方东方阳密上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炫起来的热带系统 天气粉砖分享这是美国模式14天后 六月初天气系统预估 梅雨不见了换台风排排站 台湾现在虽然已经入梅 但都还没有典型滞留梅雨封面 本来说六月初有机会 现在就怕台风搅局破坏天气系统 今年有可能会走到一个非常极端的 可能就是空梅 就是没有典型的梅雨封面 那这个情况就代表着 可能就很快就进入一个台风季 比往年大概提早半个月到一个月 现在最麻烦的是说 如果少了梅雨 这个南部的水资源会非常大的压力 美国数据也说四月海温很高 才让热带系统频频发展 这样下去就怕台风生成梅雨系统没了 但台风又没来 缺水问题碰上新挑战 切项局长证明点也分享 现在是若有四无的入梅 看看左边图 要有典型滞留梅雨封面 蓝线红线要在正值之上 结果六月中后数值又有变化 让这名点讲 看来是遇到梅雨异常年 梅雨异常年 目前影响我们的封面 都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下一波就在今天 礼拜四的下半天会开始靠近我们 因此天气会比较不稳定 礼拜五全天封面直接影响我们的时候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蛮高的 出门记得带拔伞 礼拜六封面开始远离 温度上升 可是天气状况也不稳定 周日全台湾主要注意高温炎热 而周末正好碰上国中会考 炎热高温 考生们还是得讨吉利 有学校很特别 准备一大锅砂锅鱼头 要大家聪明聪明 只是到时候会超过30度 还吃得下肚吗 考生家长们周末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别中暑 今年才五月 大家都有感 怎么那么热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警告 盛英年的关系 今年到2027 恐怕会不断创新高温记录 QS新闻综合报道 说到不断高升的压力 几天前我们为您报道 南韩老百姓面临物价上涨 而最新公布的国民美食物价 更显示 在南韩包括炸酱面 生鸡汤等等 涨幅都超过12% 而另外一边 日本因为第一季的GDP成长 高于市场预期 股市连日上涨 重新站上了3万点大关 高盛还形容 日本股市进入了 十年一遇的牛市 涉股街头人身顶沸 后疫情时代 民众开始出门消费 日本今年首季GDP 折合年率达1.6% 是三季来首次成长 日经225指数 周三盘中突破3万大关 是2021年9月以来首次 高盛形容 这是日股十年一遇的牛市 日股东正指数 盘中上涨0.26% 也改写1991年 经济泡沫化以来最高纪录 南韩民众则持续与通膨抗争 八种平民美食价格 比去年都贵了一成 涨幅最高的生鸡汤 一碗从原本364台币 涨到超过400元 涨幅高达12.7% 但在英国 小baby恐怕连最基本的奶粉 都喝不起 因为一罐就要约 350到700台币 为了怕奶粉被偷 超市货架 加装防盗措施 奶粉制造商说 尽管同情爸妈们 但生产成本节节飙升 他们也爱莫能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北京当局是严格打假 而且最近聚焦在足球场上面 山东泰山队 包括总教练 还有多名球员 就已经因为涉嫌踢甲球 被拘留调查 而最新一个发展是 也效率于泰山队的 南韩国脚孙准浩 在北京机场被逮捕了 因为他是韩国人 这件事情同时 引发了南韩关切 卡达世界杯足球赛注 南韩创进16强的功臣 孙准浩 近卷入假球案 中国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 孙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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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尾外籍足球员在大陆被抓起来 引发关切 南韩大使馆人员也见过孙准浩 而南韩足球协会更写信 给山东省以及大陆足协要求彻查真相 孙准浩2021年从南韩现代汽车 足球俱乐部转战加盟大陆山东泰山队 但今年大陆甲球风暴越滚越大 早在孙准浩被拘留前多名同队球员被捕 这群涉案球员遭爆出手机对话截图 只要一局作假就能赢到相当台币 130多到将近180万元 香港廉政公署也破获当地最大规模假球案 一连逮捕23名球团人员 中国是法治国家 依法处理有关案件 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大陆外交部对于孙准浩被逮平打 太极只强调调查人在进行当中 孙准浩是否会有刑责问题也引发关注 TVB的新闻中的 台全台首播最温馨欢乐的好戏 加油喜事第三季守住爱情精彩剧情 李奥为了胜选不惜激怒与柔 到现在还用这种事情说谎伤害我 心地追问强敌对曼柔的态度 你跟兄弟哥最近是怎么样 真的感觉你们的互动好像变亲密 TVBS42台 每周一这周五晚上8点 加油喜事第三季守住爱情 就是随机偶然哪一天爆发 那个A1事故你再去改 那已经就来不及了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先去预防 如果姐我画给你看了 我就让这个整个地方 心跳的秩序提升 要证明想证明这件事情 给大家看 请您锁定这个礼拜天晚上 一步一脚印发泄新台湾 这里太多了 这一整块子满满多蛋 你们要追一口站追一口爱床 不知台湾要去输 选台湾为一 就我们在用这样的方式 好 占选台湾为一吗 不错一件事 光这个汤头的 这个上面的金黄色的感觉 请锁定食尚玩家两天 一夜够好吃好玩 却不错过喔 健康肤色里面也有分 冷色调跟暖色调 如果选粉底的时候呢 W就是冷 N 就是natural 可以用你的N去调C 或调W GPS后来才42频道晚间9点 女人我之大 TV缩工库 气动版 一 二 三 就唱 一 二 三 林辉明 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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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势 一样啦 一样 一样 默契有过 一样 好 一 二 三 粉丝 一 二 来 恩神好 都好耶 我两个不相上下 你遇到的很少 对 我跟月姐比较少 月姐也演员非常好的 有那个 芬琪出来了 芬琪了 开始帮我身体了 一 二 某杰 猪女 猫 猪女啊 猪女 某杰 某杰答对了 一 二 三 蛤蛤蛤蛤 八 五 五 五 我弄好单速的 那有一块是在哪里 厉害了吧 一块在你 看不见的地方 没关系 我是没有想看的 哈哈哈哈 一 二 三 呃 今天饮食有关系 对对对对 哦 我好没礼貌啊 等一下 什么玩家 有什么玩家 呃 食 对对对 像玩家 对对对 恭喜 差了一个什么 不要看后面的音幕 Oh my god 对 不要回头 Don't look back 对 你今天早上赶快看一下 啦 我不知道 我没有 我没有追踪任何异性的 对 我IG上面没有追踪任何 修哥吧 你比较熟 比较熟啦 比较认识 就是不会 不需要度过那个 刚认识的那种尴尬期 对 但修哥可能不太愿意 就是了 他不得还不要 来 畅畅 修哥怎么回答 我不会 因为朵拉跟树华是好朋友 你选择很多啊 我还是会想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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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恭喜 那我是不是回答错了 没关系啦 就是 现在就是很开放的 OK啦 开放式关系 不是开放式关系 呃 一个GQ的 一个乐展 活动上面 对 那你那里有记得那天发生的什么 我那天 那天就 就遇到他 我跟 过去在台湾街头巷尾常见超商 不过现在风景不太一样咯 根据财政部资料显示 去年全台连锁药局的局数 达到10584家 已经远远超过小七的家数 同时销售金额更高达1669亿元 也创下新高 只不过连锁药局在疫情期间大局展店 影响到独立药局的生存 另外一个问题是 在快速扩张之下 恐怕药师的人力越来越不够 好 谢谢阿姨要拿药嘛 好 银法族上药局定期拿药 并添购相关保健食品 近几年因为疫情 加上人口高龄化下 依赖药局的人变多了 满街药局招牌 也从过往主流的医院门市 改走社区型店面 那大部分像我们这种形态的药局 大部分在零售的业务上面来说 还是以非处方用药 保健食品 还有一些民生日用品为主 其实在疫情之后 因为当然大家对于药局的属性 跟功能性 突然发现它其实有很多的功能 跟生活相关周遭的商品 其实蛮多的药局 都有这些品项准备 药局卖的商品越来越多元 从生活日用品 附幼商品甚至是鸡蛋 在药局通通能找到 新形态的消费习惯 也成为药局成长的一大助力 逐渐走向多角化经营外 连锁化趋势也日渐明显 目前的基因门市 大概是二十五家门市 那每年的话 大概是就以三到五家的节奏 去读取的展店 那展店的范围的话 其实没有特别限区域 基本上我们会先要 以全台湾的方式去做展店 在明生东路五段这里 比药局密集度高 算算周边药局就有近二十家 而连锁药局也在大街小巷四处展店 而且根据最新统计 去年全台的药局数 竟然比超商龙头还要多 我国去年西药医疗号材 其他药品及医疗用品的零售家数 总共有一万五百八十四家 从二零九年以来持续成长 比超商龙头六千七百一十一家 还要多 销售额也创新高 来到一千六百六十九亿 年增约百分之七 药局不断扩张下沉 街道霸主 除了政府的管制 其实一般民众也习惯去实体店面 去做消费 店面市场来说 它可能就具备一个必要性 那如果说对于房东来说的话 他大概都可以租到单月 可以来到十几万的这个租金 这样的业种 反而是他们欢迎的对象 在未来可能看到说 比起在一条街上看到的这个便利商店 还多的这个情况 近十年来 因为台湾在从人口高龄化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大的药局 都已经慢慢在转型了 不管是产品配比 或者是location的选择 其实现在看到的比较像是 过去十年来发展出来的成果的展现 连锁药局在疫情期间大局展店 也凸显通路为王的趋势 从日本后生劳动省资料来看 连锁药局的占比逐年成长 但独立药局的店铺数却越来越少 太弱流强的现象在日本正在发生 而从日本经验看台湾 似乎也有类似轨迹 未来独立药局的生存 面临严峻挑战 像我们这种所谓的单点药局 独资药局 根据他们的统计数据 它是有在萎缩的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财团的经营 好像都比较走向我们一般的商业模式 可能都是强调在零售的部分 在盈利的部分 未来如果连锁化的趋势越来越大的话 像我们这种比较着重在所谓的药师照护 或者是说民众的一些用药安全需求上面的 这样子的药局 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吃亏 而且目前是比较吃力的 在药局快速扩张下 国内每年新增药师却不到千人 但现在医院诊所药局都在抢人 甚至有药局开出十万月薪 新以人才 不过专家点出 台湾药师人力荒只是短期现象 若过度渲染 未来恐怕会功过于求 一旦这个现象级的一个状况过去了之后 未来会不会呢 当大家发现疫情红利也没有了 所有的业绩又要回复正常了 那我可能人事的占比成本太高了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大家优先会去砍掉 这样子高薪的人力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多加思考的部分 大型连锁药局来势汹汹 对药业生态恐造成影响 独立药局必须思考 如何提升莱克量与营业额做出差异化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条件下继续生存 PVBS新闻 萧英强 刘月轩 台北 采访报道 就由我来解释吧 我是韩善美 去问你老公 她的最爱是你 还是我妹妹 我就不懂为什么你就不爱我 我不想要站在这里 欢迎我们最新的住户 台湾之光江振明 有在看棒球吗 我跟我爸有看过一个比赛 为什么女儿会在医院 你说我什么 刚刚做出户的检查 下体有输血的情况 就这边 每周六晚间10点TVBS42台 亲爱坏蛋联播两集 由马力莲硕生衣冠名播出 亲的磁化家园是王浩昌先生所创办的 他是又贫困深感到五一五套之苦 所以就发源之后要回馈社会 下游就遵循他的服务终止 关怀身心障碍者已经30多年 我们的目标是为身心障碍者 打造一个最温暖幸福的家园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点进QRCO 让我们一起送出暖心祝福 好 我喜欢 哦 那个声音 我这是被你们 日本第一顿饭 这还在 好甜喔 油脂这种爆酥啊 很过瘾 不是啊 你不要太慢喔 鲜奶油吞花顺 果茶飞飞 你好棒啊 是不是很厉害 对 我知道 当初说好 要给彼此留尊言 你把人玩到社区你什么意思 管好你老婆 是因为看在你的面子 我才没有让她太难堪 夏美姐 没想到你这么亲切 是珍珍姐 过几天就要选出委员了 如果票没配好 会出事的 妈 你放心 我会好好处理的 我们的事 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心疼 叫什么 每周六晚间10点 TVBS42台 亲爱坏蛋 联播两集 马力莲硕生衣 冠名播出 点钱小袋 好 打开 打开 加蛋只有40块 只要13块 是因为用同工的关系 鸭油炒饭 好快喔 10块的套餐 真的 很多 弄流死棉营 吃炒完茶 就写48小时 这是我们要的未来吗 NO 第七届全球华文 永续报导奖 邀请您用新闻之笔 镜头 声音 唤醒大家聚焦地球的远景 共生共荣 求和平 齐心协力抗暖化 加入改变现状的行列 这次一定要帮你 埋很深的 这样就没问题了 不要再忙了 光露营就很忙了 最近有一些研究显示说 如果我们的脖子太粗的 或是脖子它的脂肪 堆积的比较多 它其实也可能跟心血管疾病有关 为什么会颈部的颈围 大家开始注意呢 因为我们认为说 如果你比较不运动 或是比较肥胖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双下巴 或是颈植的后面越来越鼓起来 一堆一堆的皮 包着一堆的一堆的油 所以就变成一个富贵包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也发现 如果是肥胖的人 不但是腰围会比较粗 甚至颈围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原因呢 当然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脂肪 会过多了 所以才到处堆积 其实还另外一个 就是颈部如果越来越粗的话 会罹患一个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可能是在你睡觉的时候 血压变得比较高 血氧变得比较低 然后这样呢 会造成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公车司机车开着开着 半路突然昏倒 大概连成年人也很难保持冷静吧 不过上个月在美国 有个校车司机在送学生回家的路上 突然身体不适昏厥了过去 而当时冷静应变救了全车67人的 是一名13岁少年 这名身穿绿色帽T的13岁男孩 迪伦堪称小英雄 因为他拯救了一整辆校车67人的性命 上个月美国密西根州 一辆载满学生的校车 开到一半驾驶突然身体不适 画面上可以看到原本开车 好好的司机手开始不稳 连抓牌挡杆都有困难 不到几秒钟当场晕了过去 13岁的迪伦察觉不对劲 第一时间冲上去抓住防向盘 猛踩刹车 在同才的一片惊慌尖叫下 成功把校车安全停靠在路边 展现出超龄的冷静态度 事后当局特别召开记者会 表扬迪伦凌微不乱的勇敢举动 而这可能跟他的爸妈 严谨教养方式有关 因为他们坚持不给小孩用手机 所以当时他在车上 才有办法眼观四处二听八方 事实上却没有超过八成学校 大缺小车司机 校方加绑进真人的同时 看来路用的驾驶健康状况 也绝对不能轻忽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全球经济现在面临一个难关 是美国的举债上限 能不能顺利的经由朝野协商来提高 那么现在最新消息是 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领袖 在星期二的协商 有可能会到这个周末达成协议 美国股市因此应声上涨 而有趣的是 尽管国际间是小心翼翼 在观望经济上的可能冲击 最新出炉的美国四月零售销售报告 整体温和回升 显示美国消费者花钱的意愿不减 像是在纽约曼哈顿下城 一间老牌折扣百货的旗舰店重新开张 就引来长长的排队人龙 纽约市长现身剪彩 店门口外大排成龙 等着这间以实惠的折扣架 贩售精品服饰的 21世纪百货旗舰店重新开张 这间老牌折扣百货 在1960年代创立 曾在2001年遭受911事件冲击而关门 后来以希望的象征重新开幕 直到两年前又不敌疫情冲击 宣告破产 13家门市全数收摊 如今东山这起除了继续让消费者减好康 也盼能把实体购物的体验延续下去 不只350名员工跟着回到工作岗位 还多了新的自住结账机台 全美的买器畅不畅旺可从最新数据得知 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4月零售销售 温和上升0.4% 虽然略低于市场预期 但依然稳固 显示通膨物价放缓迹象 不过当天的美股被全美最大连锁家居建材 零售商加德宝 差强人意的第一季财报给拖累 三大指数说黑 而纵观全球经济前景 电量车大厂特斯拉的年度股东大会 在德州奥斯订登场 执行张马斯克一开场就示警 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马斯克在15号的一封员工信 指出不再招募新进员工 除非经过他本人核准 而针对制造电动车电池 主要来源的沽矿 马斯克也做出承诺 此外特斯拉即将执行一件 自创立以来从没做过的事 尽管最让股东们头痛的推特 由了新执行长来救火 但马斯克的压力并没有减少 包括投资人持续紧盯 接棒下一任特斯拉执行长的人选是谁 而近期牵动全球金融市场的未爆弹 无疑就是美国的债务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再度 和国会山庄四大领袖巨首 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 这场面跟一周前的首次协商死曾相似 只不过距离联邦政府史上可能的第一次违约 又向前逼近了一周 第二场协商结束后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问到了 双方是否还存在重大分歧 周三拜登就要提升前往日本广岛 参加G7峰会 而随着6月的债务违约大限到来 白宫表示正在评估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完成 拜登原本该接着进行的海外访问行程 各说各话之余 双方都表示不排除这周末就能达成协议 TV的新闻众口报道 最美的状态 而且每一个 補品辣椒都很完整 很大块耶 一块一块 黑喔黑喔 看起来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大隻喔 補燕 喔 天啊 是一个坏意识 補燕景一定很美 直尚玩家 包 包总部 我好像戴了很多肺域 對啊 因為我看起來好像 我没有看到你从车车里面拿出什么 有用的 補燕有帮助的用品 吃的当中 就昨天看你换了四套衣服 然后想说今天学不要再看其他 哈哈哈哈 其实彪哥我最谢谢跟我演 演我小弟的这个 他是刺青店老板 真的喔 他他戏超活的 我们两个就是演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两个也没有Re 就是对对词 可是他好活啊 我觉得你好活 好好玩喔 我们两个就玩起来了 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 他好好玩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是刺青店老板 我说是喔 好酷喔 是 因为他自己是刺青店老板 然后身上也有刺 所以就常常接这种兄弟的角色 对吧 哈啰 TVBS的粉丝朋友们 我们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七点到九点 将会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新闻直播喔 設計師跟助理們 工作對調 工作對調 很緊張耶 好憤 他頭髮剝起來了 太害羞了 很舒服的 還滿舒服的 我跟前一任 我跟前一任 本節目由家家生一 七日先冠名播出 這輩子從來沒有做過竹筒飯 而且連竹子都要自己割 為什麼要弄這麼難的東西啦 好Man啊 好厲害耶 太高 尷尬 週日晚間八點 光露營就很忙了 本節目由馬力蓮 碩身一冠名播出 小潮 今天是要來當小幫手 謝謝 顧客回饋的 是 我們今天的服務 都是看你的心意這樣 看我心情 所以如果我想不給也可以 本節目由家家生一 七日先冠名播出 我們對 Linster這個字是很敏感的 小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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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八點 光露營就很忙了 本節目由 馬力蓮 碩身一冠名播出 蚊子大軍來犯的季節 DIY糖冠 居然可以有效防蚊 我興趣 要酵母 酵母才會分解那個糖類 她就會多多就進去了 歷史超過一億年 五人防蚊妙招 意想不到 服品熊謊 把它加在一起 作成影像 對 最強 防蚊妙招 週六晚天 十一點五十六台 T觀點 TVBACE 四十二台全台首播 最温馨欢乐的好戏 加油喜事第三季 守住爱情 精彩剧情 李奥为了胜选 不惜激怒与柔 到现在 还要这种事情说谎伤害我 心地追问强敌对慢柔的态度 中国大陆严格管控文化娱乐产业 最新的案例出现在近几年 大户年轻人喜爱的脱口秀 就一名大陆知名的脱口秀艺人 在演出的时候 拿解放军阅兵的口号开玩笑 现在不止害公司被停止演出 罚款大约六千万台币 自己也要面临警方调查 这是大陆解放军 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阅兵必喊的口号 而这是大陆微博上拥有13.6万名粉丝的脱口秀演员李浩时 日前演出的片段 上个星期六晚上在北京表演的时候 说自己修养的流浪狗作风优良能打成仗 因为没想到的是台上脱口而出的笑点台下有人觉得不好笑 直接上网爆料 几天内演变成官方接触调查 他所属的公司效果文化 本来是全大陆最大的脱口秀业者最先遭殃 由于效果脱口秀出现严重侮辱人民军队情节 依照相关法规对涉事公司做出没收违法所得约132万元 罚款超过1335万元的行政处罚 不仅罚款金额约合6000万台币 北京跟上海也都禁止这家公司所有的演出 但最惨的还是演员李浩时本人 由于演出内容贴近城市青年的生活跟工作体验 脱口秀成为近年来最受大陆年轻人欢迎的表演项目 光是一档脱口秀大会 去年第四季的播放量就达到26亿 根据CNN报道 每场剧本都要经过严格审查 却没有人料到一句脱口演出 就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特别生安 廖光斌 庄志伟 综合报道 而在台湾的店家线也只能希望消费者开心的起来 之前店家长有部分店家因此调涨售价 而台南有一间面包店是承诺说 单价回稳 他们也会把售价调回来 直播最近店家投稳了 他们说单价是降下来了啦 可是换店家长 所以承诺跳票 不得已只好公开谢罪 店门口贴出斗达公告 5月底前买5件打9折 推出买多优惠 因为店家真的对不起人K啦 面包店在分砖PO出谢罪文 表示蛋价飙涨时 面包售价有调涨 老板当时有承诺 蛋价回稳后 价格会调回来 但逼不得已要跳票 因为蛋价涨完换店价涨 店家列出了4月1号电费调涨后 店内的营业用电涨幅5% 算一算非夏季电费每月增加1300价价 夏季电费每月更是增加到2300元 去年一整年将近10万的电费让老板哀嚎 增加电费支出就抵消超过一半的蛋价降幅 因此售价降不下来 只能推出买多优惠请顾客用新台币下加他们 不会只有他这一家涨价 反正其他家也都在涨价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未来真的会在食物的选择上 或是你消费上 你可能就会考虑比较多 实际询问其他烘焙业者 有的蛋价涨时还能苦撑洞涨 但接下来电费一涨实在难撑 甚至有烘焙业者补充现在什么都涨 成本一直在变动 售价要怎么定也很头痛 总不能一下原物料 蛋价涨售价调涨 下一次换电费涨 价格又变 要怎么做生意 台南国华街知名的一味品挖柜 得过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爆红后需要开罚票 七月起也要跟着涨五块 因为我们大批在叫的话 就觉得不会涨那么快 大家涨价原因不一样 但共通点就是客人的荷包 又变得更扁了 TVGN顾守昌台南报道 而这通膨还不止眼前买东西变贵的问题而已 主机出日前公布 第一季实质经常性薪资 还有实质总薪资 因为通膨双双衰退 专家就提醒 在通膨的情况之下 考虑退休金要存多少 您恐怕得想多一些 我们就会随时注意 架上的量 可能快结束了 我们就会跟厂商叫货 开店的时候 我们就要确认一下说 今天有什么货寄过来了 一开店 老板就忙着清点进货的商品 一机要经营粉丝专业拓展能见度 商品拍照准备上架 为了摆脱原本上班族的固定薪资 创业开店 几年下来慢慢步入轨道 因为我在那行业也待了大概八九年 中间其实只有调过一次薪水 就是那我自己去换算下来说 这样子可能平均算到每一年上面 薪水上涨幅度是很低的 对啊但是各项的就是可能通货膨胀啊 就各项支出 你不管是房租或者是我们吃东西啊 就是一些生活开销上面 其实各项的这个成本都是在上涨的 所以后来才会想说 自己看有没有机会自己开店 抓住流行的趋势 到现在已经开第二家分店 不过面对现在的通膨状况 成本也有慢慢点高 他们就说最多只能签两年 那两年之后再看情况 那时候大概就知道说 他们也是觉得说 后市会看涨这个地方 就可能两年后要续约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再涨一波的 也是有陆续不断的听到厂商说 那个可能物流的那个费用要调涨 对店家来说 当然就是这个无形的支出也会变高 店家也因为电租成本 以及进货成本都受到了影响 而另一方面呢 根据主计处最新公布的实质总薪资呢 也是七年来同期首度邮政转步 可见通膨吃掉民众薪资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根据主计处数据 三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 是四万五千两百八十六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点四一 每人每月总薪资是七万零五百四十三元 年增加百分之二点三六 剔除物价因素后 第一季实质经常性薪资是四万一千五百九十六元 年减百分之零点一九 实质总薪资六万四千七百九十六元 年减百分之零点二三 是2017年以来同期最大减幅 但是如果说加薪的幅度是低于这个通货膨胀率的话 那也就是还是会出现这种实质薪资倒退 那民众不敢退休 希望就是说这个延后这个退休的这种年龄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能就是说在准备这个退休金方面 要在未来把这个通膨的因素考量进来 除了受到物价上涨冲击 还有加上全球景气放缓 导致民众的钱似乎越来越薄 就算薪资有成长 但仍旧抵不过物价上涨的速度 甚至影响到未来退休金规划 如果以100万来看 2%的通膨率 10年后现金价值只剩下83万 等于被吃掉将近20万元 要存退休金已经不能以现在的金额来推估 其实退休的规划 我觉得它的变数还蛮多的 有时候还不只是钱的问题 所以你当然是要尽量去找 能够创造价值的这些资产 不管是股票房地产还是保险 那当我们要去做购买决策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折现的概念 就是要把未来的资产的价值 要把它折现到现在来去做比较 专家分析固定配息的储蓄型保险 不见得足够应付未来通膨压力下的消费支出 仍要分散风险投资 选择受环境变动小的投资标的 才能避免存的钱被通膨慢慢吞噬 有一些人是无所谓退休的 日前台北市有一位80岁老妈妈 因为怕重度生胀儿子以后没人照顾 痛下杀手让人唏嘘 不过这样的问题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多呢 就有不少家长说政府给予的协助远远不够 踩着脚踏车 采燕阿姨的嘴也没闲下来 抓紧时间练习要比赛的歌曲 勇启吻 勇启吻 划谈 总有 好开心 走 好 赶紧时间练习 费安 对 老师在旁边悉心提醒 让他更熟悉歌曲的旋律 而年过六十岁的采燕阿姨 在清洁队退休后 每天的日常就是搭公车道机构生活 都可以对去投了 看阿姨哥的走路 我们哥哥买便当后 那个中央在担当后 住那个 他的都便当买 买买了 我是吃吃的 口中的哥哥也是他在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者 因为自己都能自理 过去的生活也都是与父母同住 但双亲年老相继离开远世 照顾的担子就落到了哥哥肩上 也必须就近照顾 四五十岁之前 那时候就爸妈还在 当然就跟着爸妈 这个爸爸 尤其是爸爸 妈妈走了比较早 就是跟爸爸 互相扶持 互相这样子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介入 政府的现有资源来说 应该是逐渐加强 也没办法一步到位 那即使预期未来少子化 这种情况真的的确可能发生了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政府的课题 父母还健在时 手足就已经介入协助 但当裁业年纪渐长 后续的照顾服务 也必须早早为他规划 这些当然是担心 所以本身我就锻炼体魄 这我觉得我目前本身还可以 在眼前来说能够做的 希望补他的不足 能够在经济上时间上 所以这些当然会担心是未来 但是未来变化也很大 假如说有那个状况 我无能力 那就是家族出来 看大家怎么样 能够有多少能力 能够尽量能够维持 采燕的这个每天所需这样子 虽然有家人全力接住 照顾工作还有机构帮忙 但如今采燕阿姨的哥哥 也迈入高龄 后续的生活 政府又能给予什么协助呢 根据卫福部老人状况调查 显示当中 65岁的长者有7.34% 他们家中不只有需要照顾的亲人 而他们自己还必须要担负起照顾责任 另外呢 其中有13.21% 整个照顾对象 就是他们自己的子女 而在服务对象年迈后 社福机构因为缺乏医疗资源 给予的服务 也追赶不上他们老化的速度 但要转接到长照 环境的改变 价格的调整 也可能让家属抗拒 我们新路推的是说 能够在地老化 就是说他能够在这里 安心的健康的老化 那这些当然我们还要 加入很多的措施 对 可是当他有一天他的健康没有 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支持的时候 我们也势必要寻求政府的来协助 可是政府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下 目前还不是很完善 尤其政府的资源未必确实的深入到偏乡及邻里 透过社福单位一一协助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坊间在社会上 其实没有接受机构服务 或是没有走出来被服务的个案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呢 对于父母已经不在的这些手足 他们要接受上 当然不是说全部 可是有些确实是比较困难 或许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家庭 对 我觉得那不是因为 可以利用一些教育 或是卫教 或是什么能够处理的 高龄化社会 汉儿老化 父母也年迈 双老的生活 政府能给予何种协助 又能否实质给足 才能在他们抛出需求时 被安稳结住 TV北新闻 刘力晨谢丹词特报道 请您锁定 这个礼拜天晚上 一步一脚印 发现新台湾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持续锁定Focus世界新闻 我是刘婷婷 首先来看到就是正式接受 国民党征召参选总统的侯友宜 今天上午招场出席市政行程 而大家都相当关注的是 郭台铭有没有机会 成为他的副手 后宜马上对他一顿夸赞 说两人理念完全一致 不过也传出了 蓝营考虑前台大校长管忠敏 后宜则表示 管忠敏是他学习的对象 一开头就夸起郭董 党内有心促成的侯郭佩 到底有没有机会 他三大理念和平 青年 繁荣 就跟我的理念完全一致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会团结 并肩作战 手谈副手人选 当然不只要理念相符 还要形象互补 国民党也把前台大校长 管忠敏纳入考量 但还得问问铁血探长 目前呼声很高的几位人选 霸气总裁郭台铭 妈妈市长卢秀燕 选过高雄的柯志恩 立委李贵敏 至于也被点名的管爷 管忠敏暂未取得回应 看来侯卢佩最终不会登上台面 侯友宜想充人气 也得先扣自己 5月20号将在三重体育馆 粉丝见面会 27号高雄岡山 职工民进党大本营 不过正式请假全力参选 可能要等到10月 至于请假期间 薪水捐不捐 还会接得更多 另外副市长谢正达 负秘出长张其强 应具有选战经验 可能请辞率先加入竞选总部辅选 替侯友宜开辟战局 TVBS新闻较联科新北报道 国民党确定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 角逐2024总统 随其评论媒体指的是 关键48小时党主席朱立伦成功拆弹 但根据TVBS独家掌握的消息 事实上这当中郭台铭曾经动怒两次 甚至提名当天 开到报纸才知道自己又被放话 国民党确定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酸痛 有平面媒体指示 关键的48小时党主席朱立伦成功拆弹 确定国民党要征召提名侯友宜的前关键 48个小时 根据TVBS掌握的消息 事实上不是想象中的评选 而是郭台铭在这当中爆弃了两次 TVBS独家消息 就在15号晚间6点 郭台铭朱立伦先上演水饺饺 当时还只有话家常 随后侯友宜来了 朱立伦秀民调 只是这时候郭台铭都还认为 自己差距不大有希望 隔了一天 郭台铭再找朱立伦聊聊 这个下午 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希望了 当场动怒 而隔天就在中场会前 又再看到有媒体称 党中央要他出席 常会过玩具的消息 气得打电话给党中央高层 这时仅得到 那你下午要来吗的答案 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用良善的态度来面对 侯友宜没正面回应 但听郭派前高雄县长杨秋心 为郭台铭报屈PQ 还有南投议长马上退党 国民党一股山雨欲来氛围 悄悄弥漫 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访台五天 17日召开了记者会 因为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透过军演动客 特拉斯也同样被问及 这次来台前是否评估过后续的效应 特拉斯表示自己是受到台湾政府的邀请 认为作为民选政府是最好能够代表台湾人民 会晤行政院长陈建仁 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访台五天 18日早上会跟副总统赖清的见面 外媒就关心了上一次裴洛西来台 共军随即军演恫吓 特拉斯来台前有评估吗 外交部表示特拉斯访台相关费用 据依照我国邀访外宾规定办理 邀特拉斯来台演讲的是远景基金会 是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民间智库 预算更直接来自国安会与外交部 过去曾要安倍晋三 欧布莱恩 蓬佩奥来台 今年4月大陆国台办更点名 因为都受台独主张制裁了远景基金会 一系列对外勾联的活动都是民间当局 通过远景基金会搞的 实际上是在花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 去收买一些下了台的反华政客 无独有欧前英国首相强森此时也在首尔会晤 南韩总红隐席月 虽然两人都是议员身份 但因为当过首相自然也被放大检视 特拉斯也表示英国与其他国家合作 确保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至于英国在东亚语区域的军事参与程度 态度较为保守 乔印派的特拉斯公开挺台和民主 但也似乎很清楚英国政府面临的限制 TVBS 新闻红富华 刘婷婷 看不到 那我们非常感谢各位 刚刚新闻中就提到了副总统 同时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今天接见前英国首相特拉斯 想要展现有国际观 而2024的选战开打了 底下的小鸡们也当起了助攻手 在立法院以及新北市议会都召开记者会 炮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落魄市长 要他辞职参选 两人握手之意 所以副总统赖清德一早接见英国前首相特拉斯 一展国际观似乎把矛头对准侯友宜的弱点 接见外宾培养自己的历练 底下的小鸡们也动起来 帮自家母鸡打对手侯友宜是落跑市长 还三问四问侯友宜 正常不止在立法院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怎么能缺席 就是要侯友宜辞职参选总统 还怒轰国民党把新北当脚踏店 连2022角逐新北市长失利的总统府秘书长林家龙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国事如麻不是一句呵呵这事情可以轻松带过的 并直问侯友宜市政无奇却足以承担国政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而面对总统萨喀都开打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再度于节目上接民众call in 问及总统要投给谁 询问了九位民众超过一半都是支持柯文哲 赖清德仅一位跟上次国民党人选出炉前得到的答案差不多 听日别新闻刘一辰宁宣台北参访报道 聚焦G7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启程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到日本 预计18号的傍晚抵达后会和日本首相安田文雄进行双边对话 拜登的行程还有哪些重点交给华府特派记者倪家回 美国总统拜登出发前往日本预计台湾时间下午5点15分 空军一号就会降落在盐国陆战队航空基地 拜登随即和日本首相安田文雄进行双边对话 离开白宫前拜登再针对美国债务上限发表谈话 表示对达成协议有信心 拜登亚洲行的目标之一是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广岛G7一大重点仍然是俄乌战争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以某种形式参与讨论 欧盟已经准备好第十一轮制裁 而美国在G7公报后也会宣布新一轮制裁 其他议题还包括供应链干净能源 人工智慧以及中国大陆 这次G7峰会将首次针对经济胁迫的作为发表声明 除了G7成员八个受邀出席G7的国家 印太地区占了五个 在G7议程外拜登也会有双边或三边对话的机会 苏利文表示日韩关系改善 当然希望这次能有美日韩峰会 但还是要看有没有空档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时间线上邀请到的是济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继东南亚学系教授陈佩修院长好 主播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星期天的泰国大选除了投票率创新高 在野的势力也以显著的优势 颁倒以军政府为班底的执政联盟 一般是认为民心思辨 其中更深层的理由为何 想请教教授来为我们解析 好的这次大选其实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 反对党的大有斩获 那原先最被看好的就是过去从塔兴 时代的这个政府延续到现在的这个卫太党 那卫太党这次的选举当然还是表现得很好 但是最大的这个惊奇呢 其实是年轻的这个前进党 那在上次的大选呢 到是未来前进党 那后来因为这个被军政府 以政治献金等的相关的法会解散 那这一次的前进党事实上是 整个这个得票率跟议席 是超越了这个卫太党 变成第一大党 那卫太党跟 这个前进党两个政党加起来的 这个席次啊 事实上如果是单纯看这个众议院来讲 事实上是已经相当具有这个支配性 那待会我们会可能会提到 这个总理的产生跟政府的组成方式 但是纯粹从这一次大选的 这个结果来看 那我觉得主要的是 泰国政治上的一种世代交替 因为过去来讲 泰国传统的政治都是一种 在选举的时候都是一种二分法的方式 比如说是 亲军方反军方 然后甚至就是支持君主立宪体制 旧体制或者是比较强调这个新政治 那这一次来讲其实 看得出来的是一种政治世代的 一个投票意向跟对泰国政治未来发展的一个主张的一个分野 所以这一次年轻人手投足的这个投票 大多数 绝大多数是支持这个年轻政党 这个前进党 特别是前进党在曼谷的33个 这个众议院的选区里面 那很少了32个席次 那另外唯一的一个席次 实际上只差了4票还在计票中 所以看得出来都会区年轻选民 事实上是这一次这个泰国政治选举里面 整个巨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简而言之可以提到 是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政治 展现在这一次的泰国大选里面 所以刚刚提到了世代交替 那现在可以看到得到最高票的前进党的党魁皮塔 在选后也提到了不少改革 而其中引起不少讨论的就是要修这个冒犯君主罪 要请教教授 这个冒犯君主的罪名是有多严苛 对于泰国一般老百姓来说 生活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最重要的是 您怎么看修法有可能成功吗 好 其实我们翻成这个灭尸王室罪 或者大不敬罪 这个当然是在君主立宪的这个政体的国家里面 比较特殊的这个法条 那其实在过去来讲 就是在泰国这个新怀112条 这里面这个对于王室跟王室成员 我们的这种诋毁啊 跟这种污蔑事实上 会面临到很高度的刑期 所以比如说从9年15年 现在到这个终身监禁 那其实这个在过去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例子 那这一次来讲 就是说年轻的政党 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泰国的年轻世代 实际上比较没有他们副职辈 在过去来讲 长期以来就是沐浴在这个泰国的之前的这个九世皇的 长时间的这个君主体制的这种习惯之下 所以过去来讲是一个高度的前级 也就是说连讨论都很难讨论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政治气氛里面 前进党在选前世上 就有曾经就有提出来要针对这个王室的部分做讨论 他绝对没有办法上纲道就废除王室 只不提到就说希望王室的这个 部分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法律规范 那可是在真正进入到这个选举的过程 甚至在选后 其实这个前进党已经在这个 对于王室的这个部分有相当的一个政策 一个政治立场上的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不再是激烈的 针对整个这个君主立宪体制 或王室的这个部分去做严厉的批评 而是纯粹是比较小幅度的 希望能够在把王室的这个权力的部分 做一定小程度小小程度的一个规范 那事实上看得出来也就是说 在选前当然这个是代表一个 前进党进步的一个象征 那在选后其实在组成政府的这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他必须还是要跟其他的政党来合作 那也就是说他不会在这个君主立宪 或者王室的这个部分 有在像选前一样比较严厉 或者是比较坚持的部分 反正他会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民主体制的这个确认 特别会针对之后 选后针对泰国宪法里面 那么不合乎这个民主程序的部分 去做这个修改的一个这个诉求 而不会再去上纲到这个 这个君主立宪体制或王室的一个问题 刚刚片长就提及了 其实皮塔虽然说是赢得最多的这个票数 但是呢他其实现在面临就是要跟其他政党 来组这个联合政府 那我们可以看到皮塔的第一时间就说 自己要当总理 但是这一切是他说了算吗 而且要跟其他在野党来组织联合政府 会不会很顺利又或者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好的我想这是大家现在对泰国政治最关切的 那泰国的政治跟很多国家的政治是不一样 比如说大多数国家这个选举民主的国家 就是选举一结束 那选举结果发布出来以后 那大概政府就底定了嘛 政权是否轮替然后由谁来执政 可是泰国的这个政治刚好相反 就是说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那才是整个这个政府 整个政治过程的一个开始 怎么说呢 其实泰国长久以来都是 这个多党体制的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在选举里面做支配性 除了2000年时代的这个躺心 那现在来讲 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就代表了各个政治势力 真正实力的一个展现 也就是说泰国的政党 其实是政党依附在这个政治人物 而不是政治人物由政党体系来支持 跟这个参选 这是跟很多国家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过去泰国的历史以来常常看到 很多人开玩笑就是说泰国在竞选 大多数国家竞选都是说 得到最多的席次 我就是要成为这个执政党 可是在泰国过去的 很长的这个选举的历程里面 经常这个最大党就是席次最多的党 经常都是作为反对党 也就是说经常都是由小党联盟 以后那么出任总理 所以现在虽然前进党的党魁皮塔 他现在是第一大党 拥有最多的这个喜致 可是泰国并没有一般内阁制 国家里面就是说 大选的这种第一大党 有优先的这个阻隔权 其实没有 也就是说从选举结果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 现在这是选后 还是一个非正式 那么到这个七八月的时候 这个国会集会 其实在这中间都是各个政党 政治势力 那么就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一个过程 就是选举弱是一个战场 选后就是清理战场的一个阶段 就开始进入到各种 组织政府的一种可能 所以不是说第一大党有优先组合权 那么要由前进党的皮塔 先去组成联合的时候 组不成 那才有轮到其他的政党 不是 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政党 事实上都在进行政治上的一个联合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泰国的选举制度很特别 也就是按照政变后的一个宪法 众议院500席 当然在选总理的时候 还要加入250席 由军方任命的这个参议院 加进来一起这个推选 所以这就存在 这就产生了 产生联合政府的一个变数 也就是说这些军方任命的参议员 那么他是像上次一样的 全部一致性的投票 还是说这一次因为受到 选举变化的这种冲击 他们会有比较弹性的 这个投票 这个都还没有办法 这个在目前看的很清楚 所以可能我们一般都认为说 哇他就是这个大晟的一个前进党 第一大党所以党魁好像 必然 理所当然要出任总理 在泰国的这个 例子里面存在太多的变数 也就是说 大多数第一大党反而会变成 这个其他政党的一个目标 更何况这个 前进党市场 他现在最坚持的就是不跟 军方的政党合作 所以在这里面他等于是排除掉了 这个亲军方政党的席次 以及军方所任命的 军众所任命的250系参议院 的这个议员 在投票的时候的一个意向 组绝了这个道路 所以反过来讲 另外一个在野党魏太党 这一次是第二大党 魏太党其实他并不排斥 跟军方政党合作 甚至跟这个亲军方政党 或者现在比较这个 明确取向的这个 太智豪党 去组 甚至跟民主党 都可以去组成这个联合政府 所以也就是说 皮塔是不是一定这个出任 泰国总理 我觉得还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数 确实可以看到 泰国面临世代交替之后 现在他们国内一些在野党大联盟 他们各自的利益 要如何的去做这个衡量 确实是外界非常关心的 今天非常感谢 济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陈佩修给我们的深度分析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接下来镜头转往到南美洲 来看到遭到谈劾的恶瓜都总统拉索 周三宣布解散不会 来终止对他的弹劾程序 国会指控拉索不愿介入 终止国营运游公司 与一家私人运游轮的公司的合约 导致国家承受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因此周二也展开了弹劾聆讯 而原本预计在五天内 进行最终弹劾投票 拉索在弹劾聆讯中否认有不当行为 并且暗示弹劾是出自于政治动机 而周三拉索就宣布解散立法机构 也就是说恶瓜多将提前举行 国会和总统选举 国议员指责拉索解散国会的行为 违宪将拒绝遵守 而军方表示将支持解散国会的决定 在首都基督也提高了相关的戒备 各种减缓全球暖化的行动恐怕速度还不够快 看到联合国气象组织就警告 由于温室气底排放加上声音现象 包括今年再年的未来五年 全球将面对有史以来最热的气候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八年就是2015到2022年 遭的是气温还会进步攀升 未来五年内有高达98%的几率 会出现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而且这五年也将会是 历年来最热的一段时期 估计有近七成的几率 温度会增加幅度 会超过巴黎气候协定所定定升温 不超过摄氏1.5度的上限 而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出现的盛阴现象 会把全球温度推升到未知的领域 联合国就呼吁必须关注高温 对人类健康以及食物安全等相关影响 意大利北部洪患一天之内 就降了100毫米的雨量 山洪酿灾至少传出8人罹难 连这个星期的F1赛事也宣布取消 将疯狂扫 极棵树已经撑不住折断倒地 这是缅甸西岸 上周末遭到气穴摩卡袭击的景象 当时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210公里 而意大利北部淹水灾情还没缓解 目前至少传出8人死亡 好几千名居民撤离 还得请直升机吊挂救人 河水水位窜高流得又快又急 就是因为短时间大雨狂降 沿水没消退 本周末当地F1大奖赛正式宣布取消 欧洲南部太湿 亚洲则是气温过高 东南亚和南亚4到5月就有热浪 印度出现超过摄氏40度天气 动物园大象洒水降温 世界现象组织带来外消息 温室气体加上圣银现象 2023到2027 五年之间还有98%的机会 也就是几乎一定会有至少一年 超越2016成为史上最热年份 干旱水患等等极端气候灾害 恐怕只增不减 TBS新闻众报导 带领掌握美国动态 根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 联邦政府最快在6月1日 恐将发生债务违约 总统拜登与两党国会领袖 有希望本周达成协议 拜登为了争取协议 已经决定缩短亚洲的访问行程 专家担心若真的债线违约 而美国的股市恐怕下跌40% 美元贬值 社会福利迟发 经济衰退 扩散全球等七种世界末日的情境 恐怕动摇美国国际老大地位 苹果年底推出将新功能 而iPhone能够模仿用户的声音 数分钟内学会还可以将常用的句子录下来 以便在通话FaceTime中使用 将视听或这些行众障碍者 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一名罪患闯入了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华府的住处 维安特勤人员居然毫无察觉 虽然没有对苏利文夫妇造成伤害 但联邦的这个特勤局 已经针对维安疏失展开调查 并且会追究责任 前川普 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被昔日的助理提告 而强迫发生性关系 基欠近两百万元的薪资 索赔至少一千万 诉状中还提及朱利安尼 以两百万出售 总统豁免权 声称收入与川普对分 以上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提供 下ؤ thr 彩虹 混濟 造型 杉磕 压 采人 采人 这 尽 真的喔 選本底的時候呢 W就是那種 N 就是Natural 可以用妳的N 去調C或調W GBS後來才42頻的晚間9點 女人物最大 TV速封庫 氣動版 1 2 3 就唱 1 2 3 林輝銘 我講劇中彥智 他演 彥智 一樣啦 一樣 一樣 默契有過 有過 好 1 2 3 粉絲 1 2 3 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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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耶 兩個不相上下 你遇到的很少 對 我跟月姐比較少 月姐的能源非常好的 有那個 分期出來喔 分期了 開始冒合身體了 1 2 3 婆姐 處女 什麼 處女啊 處女處女 魔姐答對了 1 2 3 很難過耶 8 5 5 那我好單速的 那有一塊是在哪裡 一塊在你 看不見的地方 沒關係我是沒有想看的 1 2 3 可能跟飲食有關係 對 我好沒禮貌啊 等一下 什麼玩家 什麼玩家 時 上玩家 對 超級 沒有 擦了一個什麼不要看後面的一幕 我的天啊 對 你不要回頭 對 你今天早上趕快看一下 有啦 有啦 我不知道 我沒有 我沒有追蹤任何異性的 對 我IG上面沒有追蹤 沒有追蹤 比較熟 比較熟啦 比較認識 就是不會 不需要度過那個 剛認識的那種尷尬期 對 對 但修哥可能不太願意 就是 他屁股還不要 來唱唱 修哥怎麼回答 我不會 因為朵拉跟蘇華是好朋友 你選擇很多啊 我還是會想選他耶 你選他 是嗎 恭喜 那我是不是回答錯了 沒關係啦 就是 現在就是很開放的 OK啦 開放式關係 我們開放式關係 一個GQ的活動上面 對 那你有記得那天發生的什麼事 我那天 那天就 就遇到他 我跟朋友們一起去 然後就遇到 遇到他 我就遠遠的看到 欸老婆 因為我在戲裡面 他是我老婆 欸老婆 叔父是他帶的他前男友 那時候他就 遠遠的跳 老婆 然後我就跟他 跟哥啊 然後他一看過來了 嗨 這是我男朋友 我自己的 演戲的同事 我們是演戲 演戲裡面的 尷尬尷尬 好 拜拜 拜拜 真的不要亂喊別人老婆 不要亂喊 不要亂喊 呼籲大家 紅鴨也想變瘋 就由我來解釋吧 我是韩善美 去問你老公 她的最愛 是你 還是我妹妹 我就不懂 為什麼你就不愛我 我不想要他在這裡 歡迎我們最新的住戶 台灣之光 江振明 你們在看棒球嗎 我跟我爸有看過你們 歡迎回來 美國蒙大拿州州長 強佛特17日簽署法案 禁止中資 TikTok在該州運營 成為美國第一個全面封殺 TikTok的州 路透社報導 蒙大拿州 將禁止Google和Apple的應用程式商店 在蒙大拿州內提供TikTok 這項禁令 預計將於2024年1月1日生效 一旦有人違反提供軟體的商家 或TikTok本身 將處以每天1萬美元的法金 但使用者不會受到處罰 對此TikTok母公司北京字節跳動回應 該州非法封殺TikTok 侵犯了蒙大拿州民眾 在憲法第一修正案 禁止國會立法 剝奪言論自由上的權利 強調會撼匯用戶權益 中美持續博弈 就在G7峰會召開的前一天 中共大陸今天邀請了中亞五國元首 在西安舉行中亞峰會 國際媒體解讀 這是習近平要集結力量 應對西方 TikTok們總統專機抵達陕西西安 機場紅地毯邊 採旗飄揚 鑼鼓喧天 相隔不到幾小時 烏茲培克總統抵達 已是同樣隆重 另一邊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已經在接待中亞國力最強的 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 習近平指出 中哈是彼此值得信賴的好朋友 好兄弟好夥伴 中亞五國一向被視為俄羅斯的後院 但自從中國大陸推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 對當地影響力日益增強 2022年 中國跟中亞的貿易額已經達到702億美元 推動構建 世代友好 高度互信 休期與共的中哈命運共同體 值得關切的是中亞峰會18號開幕 隔天就是G7峰會在日本登場 還要討論反制中國經濟脅迫 所以這次峰會在國際輿論看來 就是習近平要跟西方互別苗頭 也正是這樣的競爭態勢下 使中亞五國國際地位明顯提升 除了拉攏中亞 中國大陸特使李輝也在烏克蘭 見到烏克蘭外長庫列巴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庫列巴強調烏克蘭不接受任何 以上失領土為前提的停戰協議 TV熊恩 廖廣斌 莊志偉綜合報導 英國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在開轟 宣稱在紐約參加活動之後 兩個小時內遭到狗仔車輛狂飆來跟拍 甚至差點撞上其他車輛 形容是災難般的情況 而其中一名計程車司機受訪還原當下情況 不過他也表示沒有像他們說的那麼誇張 梅根帶著媽媽和老公哈利出席紐約活動 梅想到隨後卻遇上恐怖汽車追逐 安全訊號稱為狗仔頸椎 告訴CNN 它有很多車輛 包括車輛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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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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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輛黑車尾隨哈利和梅根發言人表示 遇上狂熱狗仔 一家人只好中途多次換車 其中一名載到他們的計程車司機還原當時情況 CNN也透露當時有警察協助是為閃避零停的垃圾車 不過他也坦承確實有狗仔除險拍照 當晚離開活動 現場守候記者粉絲閃光燈閃不停 狗仔似乎只為了拍照罔顧安全 不禁令人害怕戴安娜王妃事故重演 你不應該在任何地方 但這是一個濃積的城市 我認為這有點懷疑和不責任 紐約市長沒有證實事件 僅出聲譴責飛車追逐 至於白金漢宮目前沒有回應 查爾斯國王和卡蜜拉王后嘉明後首次約會 前往市場看木偶戲的行程 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TVBS新聞讀不到 來韓女團BlackPink成員Gini 與BTS防彈少年團成員V 去年被爆出熱戀 兩人一直沒有給出正面回應 如今在巴黎被民眾直擊牽手畫面 粉絲對比之後相信是本人 給予祝福 一對情侶手牽手自在歉意散步在巴黎河畔 男女被爆是非文盛傳 許久的K-POP頂級偶像 Rapping成員Gini 及防彈少年團的V 畫面之後男生身穿夾克 女方是白色長梯 兩人毫不在意旁人目光 就在法國街頭曬恩愛 後方跟著的人網友比對 與經紀人的穿搭一致 且近期兩人確實都因工作行程 飛往當地另外界認定正是兩人 Jenny為首度參演的影集 The Idol預定在22號出席看神影展 V則是前往法國參加時尚活動 但也有一派人認為本週末 Jenny才要隨BP成員在澳門開演唱會 恐怕不會如此提早來法國 懷疑消息的真實性 去年五月下旬 Jenny與V先被曝光這張 紀州島的約會照傳出熱烈 之後一起在V的住家 身穿同款行旅T等 由Jenny長進的親密合照 疑似手機遭害而四度外流 雙方經濟公司始終為正面回應 不過這回兩大世界偶像 被認定幾乎實錘 網友紛紛給上祝福 期待有天能夠完宣 TVB的新聞如紅昌紅亭台報導 電動車大長Tesla 特斯拉旗下的人型機器人 在升級了 從最新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機器人 背上少了去年的支撐物 可以靠兩隻腿自行行走 創辦人馬斯克更號稱 擁有最強AI人工智慧技術 儘管行動有點緩慢 但走起路來還算穩 特斯拉釋出最新影片 旗下TeslaBot人型機器人大升級 一年前亮相它還長這樣 當時TeslaBot的金屬軀幹 還得由支架撐住才能移動 今年更新硬體設備 可以自主行走 馬斯克積極研發人型機器人 而他曾說過 目的就是要協助汽車製造 不只要提高人類工作效率 還要讓機器人 可以與真實世界互動 3月10馬斯克投資者大會 大肆強調 特斯拉在AI領域無人能敵 現在放下推特外物回歸的馬斯克 更是力推AI研發 這完全是雙刀 我認為它有強烈的可能性 它會讓生命更好 而且它會有益度 有益度 有可能會錯 但馬斯克也在受訪時警告 人工智慧技術 有毀滅人類的危險 強調要盡量降低這種可能性 確實AI已經深入人類各行各業 這類的東西 AI可能是非常幫助 澳洲有大學一群數學家 就研究儘管AI能協助複雜的數學運算 但針對部分邏輯推理 實際上還是比不上人 TVBS新聞做不到 同樣也是要拼高科技智慧城市 以及從化石燃料產業轉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雜大錢發展的AI領域 打造全球第一間專門研究AI的大學 豐富的石油 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成為中東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但現在面臨減少化石燃料的轉型期 這個國家把眼光望向未來科技 2017年指派全世界第一位人工智慧部長 就能看見在這個領域發展的野心 根據這位人工部長預估 到了2031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有高達14%的GDP 超過1000億美元 都跟人工智慧有關 人工智慧部長 積極推動AI的利用 但要達到這樣的成果 就要有大批相關人才投入 2019年成立 以現任總統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為名的大學 因此誕生 成為全世界第一所 專門研究人工智慧的大學 目前學校有250名學生 第一批畢業生已經走出校園 成為阿聯在人工智慧發展上重要的人才 這所AI學校強調不只是理論科學 更多實際層面的應用 要把阿布達比推動成為AI的研發應用中心 是一個新的經濟和新的社會 這所AI大學除了研究深度學習 尋找人工智慧的應用層面 還專注在醫療產業的結合 我們在努力幫助醫療醫療醫院 不僅是可以看到他們的實現實力 但也要感覺到它 這很驚訝 其實這正在製造抗力 我可以感覺到皮膚的抗力 AI大學校長強調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 但跟像是麻省理工學院等知名學府相比 這所人工智慧學校擁有更豐富的資源 要專注在研究學院的研究學院 會提供到AI 給了英國的大學 有一點的優惠 在比賽中的大名 為甚麼? 因為AI是新的學校 不是像其他學校 做了這幾個年代 做了一百年 做了一個大堆 因為新的經濟 有些優惠 其他國家不可能 有大量的需求 杜拜以及阿富达比都力拼要成为AI智慧城市 准备把人工智慧广泛应用在不同的领域 包括公共建设还有教育 都利用包括ChatGPT等人工智慧软体展开升级 大胆展开测试 准备成为中东地区AI产业的领头羊 TVN新闻 新的磁化家园是王浩昌先生所创办的 他自幼贫困伸展到五一五靠之苦 所以就发愿之后要回馈社会 下游就遵循他的服务终止 关怀身心障碍者已经三十多年 我们的目标是为身心障碍者 打造一个最温暖幸福的家园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点进QR Code 让我们一起送出暖心祝福 马尤露到卡尘街 这是一种胜利的味道 好 无限 那个声音 这是被你们日本第一顿饭 这还在 好甜喔 油脂这个爆出啊 很过瘾 不是啊 你不要太慢喔 鲜奶油特花顺 莫茶脆脆 你好棒啊 是不是很厉害 对 没错 当初说好 要给彼此留尊严 你把人玩到社区 你什么意思 管好你老婆 是因为看在你的面子 我才没有让她太难堪 夏美姐 没想到你这么亲切 是珍珍姐 过几天就要选出委员了 如果票没配好 会出事的 妈 你放心 我会好好处理 我们的事 别让别人知道 江泽美 周六晚间十点 TVBS四十二台 亲爱坏蛋 联播两集 马力莲硕生衣冠名播出 简型小袋 好嘞 十八颗 加蛋之后四十块 只要十三块 是因为用同工的关系 加油炒饭 我们来接到十块的套餐 再来 很多喔 更流死棉营 食草玩家 热血七八小时 这是我们要的未来吗 NO 第七届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邀请您用新闻之笔 镜头 声音 唤醒大家聚焦地球的远景 共生共荣 求和平 齐心协力抗暖化 加入改变现状的行列 这是一定要帮你 埋很深的 这样就没问题了 不要再忙了 光露营就很忙了 最近有一些研究显示说 如果我们的脖子太粗的 或是脖子它的脂肪堆积的比较多 它其实也可能跟心血管疾病有关 为什么会颈部的颈围 大家开始注意呢 因为我们认为说 如果你比较不运动 或是比较肥胖的人 你大家可以看到双下巴 或是颈植的后面越来越鼓起来 一堆一堆的皮 包着一堆的一堆的油 所以就变成一个富贵包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也发现 如果是肥胖的人 不但是腰围会比较粗 甚至颈围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原因呢 当然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脂肪会过多了 所以才到处堆积 其实还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颈部如果越来越粗的话 会罹患一个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可能是在你睡觉的时候 血压变得比较高 血氧变得比较低 然后这样会造成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变得更高了 这样同时呢 因为我们后颈部的脂肪越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有一些代谢的疾病也有一些关系 像枯心式症候群 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担心 它是一些代谢症候群的发生 然后这些代谢症候群我们发生了之后 它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增加二到六倍 所以你说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你穿的衣服的颈围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那颈围到底是像多少呢 颈围如果在女生超过16寸 男孩迈向超高龄社会 衍生的问题包括孤独死 这里是南韩首尔江西区的一间出租公寓 今年三月十五号 一名居住在内的六十多岁男性 A先生身亡 A先生平常有领政府津贴 但因为行动不便少出门 过世好几天都没人发现 A先生家门口放着一袋米 这是今年一月他向住民中心领取的不及品 或许是太少与人来往 A先生的家人和邻居都不知道他死亡的事实 原谈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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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孤独死是指个人独居和家人亲戚隔绝 死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死亡 原本是日本1970年代后的社会现象 随着南韩逐渐走向高龄化 诞生家庭越来越多 孤独死开始成为南韩的社会问题 最大宗是女性的五点三倍 南韩单身家庭在最近六年增加了近两百万人 平均每三户中就有一户 按年龄段来看中老年族群增长最快 孤独死有半数以上都发生在50到60多岁区间 危险性越来越高 六十五岁以上 고령家庭的三分之一 人超过187万家庭 是一人家庭的一人家庭 问题是一人家庭的一人家庭 在一人家庭的一人家庭的一人家庭 是一人家庭的一人家庭 在一人家庭的一人家庭 社会上的一人家庭 不过一人家庭 是一人家庭的一人家庭 是一人家庭的一人家庭 南韩整体老人贫困率达到37.6% 是OECD国家平均13.5%的三倍左右 在年长测所得当中 劳动收入的占比达到42.8% 而公共年金收入只有29.7% 退休后劳动收入减少 对维生影响很大 半数南韩高龄人口表示 为了确保退休后的收入 希望能继续工作 但实际上合适的工作机会并不多 专家建议政府一边提高年长者养老金 同时给予职能训练 让独居老人也能自给自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餐饮业缺工状况还没改善 为了征才有连锁素食业者 推出职场体验 专程机是放在这个地方 牢记步骤 手把手教学 汉堡包装 每折都不能少 中文还是英文 中文 自助点餐机案件也都要会 你很难想象 眼前这名手脚利落 充满朝气的员工 已经70多岁 人生70才开始 何况我是67岁的时候 我就动了二度就业的念头 还有这位58岁的姐姐 号称那场快手 备餐或桌椅擦拭 都难不倒塌 连锁素食业者扩大真才 45岁以上 中高龄长者也是抢财重点 以他们餐厅来说 中高龄员工约占17% 人数超过3800人 更有500人以上超过60岁 一幕显示我们都将字体放大 可以让我们的中高龄伙伴 基本上方便他们阅读 或者是操作 麦当劳分析 中高龄员工适合岗位 会看美人工作能力和个性 也就是内外厂都有机会 而摩斯汉堡 截至4月底 50岁以上员工占比达17.2% 也是适能力安排岗位 汉堡王则是多数员工 60岁以上 各岗位不限年龄 稳定性比较高 而且具有抗压性 还有这个责任感 另外呢 这个过去的一些职场 食物进行比较丰富 中高龄抢财 还有餐饮集团 工作岗位也有分别 王品会尽量安排 单一工作站 也会依体力安排 人数一年来增近一倍 逐渐中高龄员工 大多是后勤单位高阶主管 马辣则是会把中高龄员工 排在非尖峰时段上班 也做重复性较高工作 那么绝大多数呢 都是以总部的后勤单位的 高阶主管为主 包含了我们的采购 以及物流 以及总物 缺工时代来临 餐饮业者各自出招 中高龄抢财 更是重点 体北新闻 广想张慧仙台报道 惊喜台湾先期 澳洲市和欧陆市早午餐的热潮 出现很多家网红店 酱菜炒蘑菇酪梨等自然食材 搭配手工面包水果优格 还有澳市早餐最常见的茄汁红豆 放在木盘上组成早餐盘 营养满分 澳市早餐因为健康摆盘好看 掀起热潮 出现很多网红早午餐店 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 我觉得是他们做的土豆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薯饼 然后还有他们做酸面包的方式 台湾人爱吃异国料理 现在连早餐都要异国一下 其中民众很喜欢的就是美式料理 但您知道吗 哪个地方吃法也不同 比较大众化的马芬吐司上 放上一颗经典班尼迪克蛋 一刀切下马芬饱满吸附蛋液 再搭配熏鲑鱼酪梨一起吃 南方人则喜欢吃炸鸡 搭配肉汁酱肉感爆棚 美国加州喜欢圆形食材 全蛋的白蛋卷 加上鲑鱼酪梨 健康满分 美式料理基本上 它就是走一个比较粗犷 又自由的一个风格 但其中也带着一些 它的细腻跟它的精致 那美式的料理 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大份 早餐类一定会有蛋 肉 面包跟马铃薯 在台湾很受欢迎的 还有饭店常见的欧陆早餐 切片面包或可送面包 搭配穀物麦片优格 还有新鲜水果 饮料部分看你想搭配 鲜奶豆浆还是茶咖啡 这么多早餐民众特爱哪一味 有蛋有肉 白吐司 比较高的其实美式 那在这个美式的餐饮当中 包含了像汉堡啊 炸鸡啊 薯条啊 这一些 那还有很多的人像 除了海这些口味比较重的 除了美式专家进一步分析 澳式料理比较注重原食 因此比较多谷物或是水果 也常常会加入海鲜 而欧陆料理则比较偏好 可送面包 蔬菜少 肉品多 咖啡跟蛋的比例也提高 各国料理各有特色 只要合理的味 就是好味 TB新闻 收藏影片 台北超高导 谢谢您收看Focal世界新闻 我是刘婷婷再会 最美的状态 而且每一根 骨皮辣椒都很完整 很大塊耶 你看 黑喔 看起來 你看 好大隻喔 它鼻耶 天啊 是一個壞意識 是